5月份我去彼得堡的时候拍了一下彼得堡八一的校园 然后大概讲了一下俄罗斯这边的医疗制度 它的医学院校的体制 2000年开始俄罗斯留学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就是医学 因为欧美其他国家门槛非常高 俄罗斯门槛比较低 它允许外国公民过来学医 而且那个时候的费用不高 当时莫斯科的费用算是比较高的 莫斯科的费用大概是3500美金一年 那时候的汇率是1亿美金换8.2人民币 我们学校梁藏医科大学当时的学费是1900美金 而且当时我们签那个合同是一直到毕业 所以那几年我们的那个学费始终没有变过 后来呢人民币升值 然后我们的学费呢 就是相对折合成人民币反而少了一些 我08年毕业的毕业之后 后来学费就是越来越贵了 现在来俄罗斯学医不是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合适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 我们学校明年的学费也已经涨到了 就口腔专业涨到了40多万卢布 临床专业相对的便宜一些 大概30多万卢布 现在的汇率呢 大概是黑市上面能换到9左右 实际上呢 这个及时的汇率呢 是8点多 那按照这个汇率来算的话 费用是非常的贵的 彼得堡的费用不太清楚 莫斯科呢 我看了一下第一科大学 它的那个学费呢 已经涨到了60多万卢布 这已经跟艺术类的元宵的学费 已经持平了 差不多 还想说的就是 也有很多人私信我 然后问 就是说孩子高考没考好 然后想来俄罗斯这边学医 那首先呢 我也奉劝各位家长 首先看孩子 他是不是愿意学医 因为学医非常苦 用自己的母语 都比较难学 更何况你过来 是用俄语学 那么很多人都是俄语临基础的 来这边上 一年的预科 学的好的能正常交流 学的不好的上课 根本就听不懂 而且俄罗斯的高校 它主要以自学为主 它分成这个 Zanijajé和Lexe Zanijajé就是一些小课 当然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 小班受课 它本身一个班的人 就不是很多 我之前拍毕业典礼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惊讶 一个班就那么几个人 就那一个班 十来个人 有的时候在上 实践课的时候 还有可能把这一个班 再分成两个班 有可能比方说一个班 14个人再分成两个小班 7个人这样的话 一个老师就知道 这六七个人 这也是他们的 一个优势 另外呢就是 说到这个例子就是大课 大课呢就是在大阶级教室里边 然后教授 讲一些 一些干货吧 那么小课的 任务呢 主要就是 平时 就是你大课上面 教授讲的那些东西 你有没有吸收 然后平时呢自己 自己看书 自己自学 然后掌握了多少东西 这个小课呢 实际上是 任务老师 他检查你 这个 学习成绩的 一个时间嘛 像我们学一的这种 这个 它就分成 教理和 Praktika 教理就是理论 然后 前五十分钟 四五十分钟 老师 提问 你昨天 或者是上一堂课 学了什么 然后预习了没有 这堂课你们有没有预习 然后 提问 打分 这些都记录到 平时成绩里面 然后平时 有的时候回答不出来 老师也会给两分 那给两分的话 就 自己 按照这个 补考的这个时间 去补考 反正肯定是要在 这一门课 结束之后 就这学期结束之前 要把这一门课 所得的两分 就包括缺堂 缺课 这种的也是需要补的 在所有的这个 两分 或者是缺琴的 这些课 都补完的情况下 才有资格去 成家 考试 所以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 理论 完了之后 休息一会儿 像 口腔专业 医学专业 包括临床 什么的 基本上是 在理论结束之后 然后就 开始实践 像 我学的是口腔 我们当时就是 俄罗斯这边 它允许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动手实际操作 先是从最基本的 这个洗牙开始 然后 就是 简单的取齿 然后 牙 牙髓炎 牙根肩周炎 然后 到了大午了 就是这个 口腔粘膜病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 就更难一些的 牙周病呀 这些这些的 课程 当时 俄罗斯学医 比较热门 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呢 就是 这个中介呢 当时 夸大了 这个 俄罗斯留学的 这个优势 之前呢 我也有讲过 然后等于是把 这些学生呢 就是骗到这边来了 说是在这个 国有的大型医院 实习一年 就能拿到专家证 实际上是 只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但是呢 它有一个好处 俄罗斯这个医学呢 它是沿用的 苏联的这个体制 按照我们国内 现在 对于这个学位认证 这一块 它给的是 如果 某个专业 它沿用的是 苏联的这个老体制的话 将来回国是 给认证成硕士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 完全定下来 只是说 使管 他也是在 踢皮球 他说这个呢 是归国内管 我们不管 我们只管 就是 开这个三连单 证明你在 俄罗斯学习过 那么国内那边呢 又说 使管 他怎么开 我们就怎么认 所以一直就没有定论 就直到了 最后这几年 大概1617年的时候吧 然后才算是定下来了 就把这个 在俄罗斯这边 就是本科 医学本科毕业的 回国都给认证成了硕士 那俄罗斯的医学体制 就是当领导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 有这么一个住院医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呢 另一个方向呢 就是科研 那就是英德纳拉杜拉和这个阿斯比拉杜拉 之前呢 是读一年 英德纳拉杜拉之后 然后可以读阿斯比拉杜拉 英德纳拉杜拉实际就是实习一生的意思 然后呢 在读阿斯比拉杜拉 他也是三年嘛 研究生 那就是大这个研一的时候呢 也就是一些哲学啊 外语啊 就是这些必考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也是开始 已经开始着手自己的这个课题了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那几年呢 就是实验 然后做课题 然后写论文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之前几年呢 我刚开始读研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了 到我这一届呢 是一个人只需要有一个核心期刊的文章就可以了 那后来呢 就等我开始读研了 就变成了必须有至少三篇的这个VAC的文章 就是这个VAC呢 就是类似于那种核心期刊的这种的 就越来越难了 而且呢 在我读研之前呢 那个如果是专利 Bagent the Virginia 这个呢 也是被视为这个核心期刊的 但到我那儿就又开始不算了 我个人有一个专利 然后跟朋友 跟我的同学同事 然后共享一个Bagent 这大概就是俄罗斯这边的 医学的教育制度 那很多家长呢 也是就是关心这个 将来毕业就业怎么样 那如果要是说学出来了之后 反正肯定是越来越难 就包括国内也好 这边也好 这边考试 他要求非常非常严了 现在我们那时候毕业 就是有一个国考 一个就选择题 100道题 然后打个合格就行了 然后国考呢 也是就是从所有的 这些问题里面抽 三到四个问题 然后有考官 然后给你考试 但是现在呢 就是除了这些考核项目之外呢 又新加了一个 Acrititas 然后也有了这个实习的 就是这这方面的考核 就实操的考核 现在正赶上换岗 换岗我们今天也之前也拍过了 那像国内这个 每年的这个职业仪式考试 也是越来越难 那在俄罗斯这边是用俄语学 回国之后呢 你要用中文考 因为医学的一些专有名词 都是从这个拉丁啊 希腊啊 这些文字转变过来 演变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中国呢 他的这个医学的专有名词呢 就比较特别 所以你要考这些医的话 就等于是你要再拿中文再重新再学一遍 所以家长呢 也要看看孩子他的学习能力 自理能力和自律能力 因为留学在国外 家长在国内 那么孩子到底学没学 你也不知道 所以呢 一定要这个一个是要看孩子的意愿 一个要看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 那如果说孩子高考考的非常差 他平时就不怎么学习 我是作为个人真不建议 把孩子送出来 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他过来不学习 那你将来你回去之后 你还要给他操心找工作 这个可是 他考不上国内的职业医师资格证的话 他永远没办法 从事这个医疗行业了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慎重 那我当时上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生理 病理生理 生物化学 这几门课都是非常难学的 那个时候我是每天 可能也就睡个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的头发也是 猛掉 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一头的长发 刚来俄罗斯的时候 一头长发 现在头上已经 基本上没有几根头发了 所以是学医呢 是非常的苦的 这一点就是除非他孩子 他自己愿意 有这个意愿来学医 否则 那么家长呢 还是不要强迫孩子过来学医 也有人问我 说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医疗 医学的这个文凭的认可度 说到认可度 医学这个东西 它是靠这个手艺 那你在这边真正学到了手艺的话 那找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那同理就要是搞科研的呢 那在你读研的时候呢 就要看你的这个课题 怎么样 还有就是你发表的一些文章 它的这个影响因子是多少 那么你就这个时候呢 就不一定非要看是排名第几的学校 或者是哪个城市的学校 关键是就是你在一些小一点的学校 那么遇到了好的导师 然后你的这个文章 在一些就是国际上的这个期刊 也能发表出去的话 那你回国 就业前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说到俄罗斯这边操作 实操的这个考核呢 比较严 它现在有一些学校有条件的 它全部都往上现场直播了 就比方说我们口腔专业的 在考试操的时候 教室里边无死角的全是监控 包括口腔椅的那个灯 上面也安装了摄像头 所以你的手怎么操作 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这个视频是教育部那边在实时观看的 所以呢 如果想作弊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监考那一头呢 他将来呢 他也会随时的抽查这个视频 那么看究竟有没有作弊这种现象 大家还对俄罗斯这边的医学教育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也可以发弹幕 也可以私信 也可以发到评论里面 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帮大家解答 感谢观看